今天晚上球迷们期待已久的CBA新赛企终于是拉开大幕 而在剑部站上身为未免冠军的北京金鱼队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最终是以94比78大胜上海马基斯队 比赛开始前举行了总冠军戒指的颁奖仪式 尽管距离夺冠已经过去了8个月 但戴上象征总冠军的戒指金鱼队员还是非常高兴 随后队长陈磊与马布里从篮管中心主任新兰城手中 借过了总冠军的旗帜 手带总冠军戒指高举总冠军旗帜金鱼队将全场气氛推到了顶点 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主角脸米露雷将韩崇凯放进了首发阵容 正是这名骑兵强打篮下造成了对方犯规 依靠阀篮拿下了本赛季北京金鱼队的第一分 随后金鱼队苦练的防守发挥了作用 急着与翟角砖接连送给对方大帽 依靠出色的防守金鱼队频频打出快攻 在王乔辉这次扣篮之后 金鱼队很快就建立了10比2的领先优势 这也使得上海队被迫叫了暂停 暂停过后大将军阿里纳斯站了出来 他首次出手就命中了一个三分 不过阿里纳斯的这次三分反而激发了金鱼队外围投手们的斗志 随后的比赛金鱼队三分线外是火力全开 接连投中了五个双分 首阶比赛金鱼队仅三分球就11投7中得到了21分 依靠外围的爆发 北京金鱼队是以29比1316分的巨大优势结束了首阶比赛 经过了一个假期的刻骨训练 金鱼队能打球的队员更多了 尽管在第二节换成了以莫里斯为首的替补阵容 但多人打球的情况还是让金鱼队保持着不错的石头 状态低迷的上海队在第二节逐渐找到了感觉 在刘伟的带领下他们在第二节单节仅仅输给了金鱼队一分 51比34 半场结束时 北京金鱼队的领先优势依旧保持在两位数 中场休息时现场进行了颁奖仪式 朱延熙闽路磊分别领取了上赛季最佳新秀最佳教练的奖杯 而宝岛后卫李学林则捧起了迟来的总决赛MVP奖杯 第三节比赛金鱼队派出了马布里与莫里斯的双外援组合 而这两个人的连内出场也极大的带动了金鱼队员的士气 莫里斯霸气十足的暴扣 马布里的飞身旧球 金鱼队很快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7分 而新元里根也在这个攻击波中拦下上篮得手 命中了加弄金鱼队后的第一球 三节结束 北京金鱼队是以81比56领先 领先优势依旧保持在20多分 进入第四节 背水一阵的上海队换上了拳花斑 试图放手一搏 张兆旭与曾文鼎的内线组合给了金鱼队不小的压力 莫里斯五次犯规使得场上的局势重新紧张了起来 关键时刻又是马布里站了出来 他的穿针引线帮助金鱼队稳定住了场上的局势 尽管此后莫里斯六次犯规被罚下场 但这已经无碍比赛的走势 最终北京金鱼队是以94比78大胜上海马吉斯 迈出了未免的第一步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 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咱们的北京金鱼也是轻松地赢得了开门红 马上来看一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新闻 发布会的情况 每个队第一场比赛都不好打 特别是今天又是开幕式又是发奖 一直在定住大家要专注比赛 其实发奖都是过去时了 真正的比赛的意义是 这场比赛对我们意义很重大 队员在防守段做得非常的出色 对上海队的三角进攻 对每个人的特点限制 都做出非常坚固的努力 赢来防守吧 但是还是有看看第四种机 比如说第四节的进攻 有些犹豫 有些不是说特别主动了 另外15球12次也是可以再好一些 另外篮盘球输了三个 也是需要我们去居总结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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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